平安队积分仍然遥遥领先 大连万达队在新市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班四球 最终以4比1击败了由车饭跟领军的深圳平安队 颜面敖冬队凭借主场之力 以2比1立刻四川全新队 开场仅8分钟 玄春号一级远设备敖冬队首开记录 第68分钟 全新队在对方禁区附近做了一次漂亮的配合后 由摇下打入翻平一球 中场前8分钟 千学峰在对方门前混战中为敖冬队攻入制胜一球 前卫环岛队凭借锐赛上曼时的入球 以1比0击败了山东鲁能泰山队 夺得了宝贵的3分 北京国安队同样也是凭借外援安德烈斯 中场前5分钟的入球 以1比0击败了前来挑战的广州太阳神队 青岛海牛队主场1比1逼平了前来挑战的上海生花队 曹县东和吴斌各位本队攻入一球 刚刚更换了主帅的武汉红金龙队主场2比0 击败沈阳海师队 暂时摆脱了积分垫底的命运 而广州松日队主场与八一苦战90分钟 双方0比0握手言和 这样本轮战霸大连万达队继36分仍然领先 优势已扩大到7分 排赛2到6位的分别是上海生花队 北京国安队 四砖全新队 青岛一中海牛队和广州松日队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香港租金 在本届世界杯预选赛 香港队与泰国队比赛中踢甲球 而将被终身禁赛 陈子江7月10号已经被